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像毛巾的板条赶着出货 烤扎实口感做出口碑 坚实纯米不掺粉 固守原味 那成本上的考量的话 他们就会以低价为主 那就会牺牲我们板条的口感 我也妥协的是用机器取代手工 因为销量大 得准时每天清晨三点开工 黄远镜说自己跟着板条成长 一如他的母亲因为情感 接手成为板条供应商 我们像我以前年轻和我爸爸 一天到晚也是吃板条 就是吃我们这家老板做的 客家人都喜欢吃板类的东西 又有本事让人吃不腻 年轻人接手独创黑糖口味 板条吃甜的也可以 我们出去的话也都吃板条 也不会说看了板条会怕 太太也加入研发 板条可以取代饼皮做蛋饼 花点心思就能端出板条大餐 保存除了原味黑糖之外还结合不同食材 对 我们还有酸菜卷 还有菜脯卷 还有板条寿司 另外我们还自己研发了板条蛋饼 自己研发出来了 对 对不对 对 我吃点也没有 老板说你想点什么呢 你说青菜都做的 看起来都很好吃 对啊… 我们看到的黑糖板条在其他地方 其实没看过 竹东这家板条供应商 供应地区上三分之二的店家 算是稳居地盘了 但是持续开发新口味 是因为居大不易 如果停滞就容易被超越 我吃点有马鸡毛 青菜都做的 我吃点有马鸡毛 青菜都做的